今晚 我前几天吓坏了 现在好多了 你就不能担心我了 建章 你受苦了 再忍几日 我正在极力地想办法救你出去 你这里需要打点的地方多 要多少钱 我给你带了一些过来 要是不够的话 我再给你送过来 今晚 你一个人来承受的 不是爸爸 要找门路救你出去吗 我缠着他一块过来的 难为你了 今晚 自从你上次走了以后 介义长就给我换了单独的房间 看上我们也特别照应我 吃的也好 住的也好 你不用太担心了 你看看你 都熟了 别担心我 有人照顾你就好 隐磨不究竟 托得什么门路 能有这么大的能耐 连监狱长都对我另眼看待 简章 你要老是告诉我 你和徐家少爷有关的事情 还有什么事你知道没有说出来的 就是我们托救你的那个人 为了救你出来 要我来问你的 今晚 是不是徐少爷死前供出什么了 你的确还知道一些事情 瞒着我 对不对 没有啊 没有其他的事情 我是个正经生意人 哪有什么事情与徐少爷勾结 这 真的没有啊 简章 你别害怕 我们又不会害你 你说出来的事 只有我和爸爸 还有帮忙救你出来的人知道 其他人 是不会知道的 简章 你放心 不管你曾经做过什么事情 都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被卷进去的 你只有说出事实 才会对救你有所帮助 不会掐重你的罪 而且救你的人说了 你只有说出事实 才会有回旋的余地啊 今晚 现在这个样子 我都不能活着出去了 哪里还有什么别的事啊 你别吻了 我为了救你出来 受了多少委屈 天天担心受怕的 你一点都不理解 原来我为你做的一切 全都是白费的 伤口 你去忙 三小姐 余太太 明天我们打开 说好了 张太太 你今天真漂亮 自己喝啊 您好 今天真漂亮啊 谢谢 辛苦了 吃好喝好啊 四少 客人基本已经到齐了 可以开始了 再等一会儿吧 尹小姐喝来了 是 佩玲 赵往年的惯例 我应该坐在那边 等你来邀请我 跳第一支舞 可是今年 我也魄力主动一些 你应该不会不赏脸吧 多谢锦池小姐邀请 佩玲 无限荣幸 今晚 你别哭了 我说就是了 今晚 你知道吗 为了唤清父亲 生前欠下的债务 有时候 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我之前 帮雪少爷运过几次 比西药还严重的火火 那里面 是一些弹药和军械 剑长 你怎么那么糊涂啊 今晚 你听我说 有几次运火 我直接把火火拉到 用心的一个隐秘的仓库 我知道那个仓库的位置 我现在说出来 会不会将功补过 你怎么那么糊涂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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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人怎么会知道 如今的歌舞升平 正是暴风骤雨到来的前兆 真正决战的时刻 就要来了 果然什么事情 都逃不过你女诸葛的发言 佩玲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程家 都会站在你这边 替我先谢过程初 怎么 让你谢谢我 难道真就这么难吗 这样可以了吧 诸葛小姐 差强人意 勉强接受 月儿啊 是不是 什么事这么高兴 爹 谢谢 谢谢 真是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小姐 不吝点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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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事自然是有舍有德 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 看来尹小姐也并不十分了解佩玲 这也难怪了 你们认识的时间并不长 也许对于一般的男人来说 花前月下轻轻我我 会让他们沉嘴 可是佩玲她不是普通男人 她是喝狼奶长大的 狼奶 佩玲从小生下来就和别人不同 她出生在军营家里 那个时候 她的母亲没有奶水 慕玲优伯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 只好用狼奶把她喂大 所以 慕玲佩玲是喝狼奶长大的 她身上流淌着狼的血液 这就注定了她的狼子野心 对她来说 得道 夺取 永远都是最重要的 她心里清楚地知道 能够占据她内心的 不会是一个女人 甚至也不会是至江北六省 而是更大的疆土 更大的天下 她这样的男人 是不会有真感情的 她也绝对不会把一个女人放在心上 你 也不例外 尹小姐 请记住我今日所说的话 不要陷得太深 不要像从前佩玲身边的那些女人一样 最后落得个惨淡收场 请知小姐 时间不早了 我先回去了 这个表 怎么会在你这儿 这是四少送给我的 我习惯了待在身上 告辞 不可能 佩玲不可能把这块表送给这个女人 绝对不可能 我说 就想给她 我纸小姐